黄虹周明轩直率个性加上火辣的说话方式 因此圈了无数忠实粉丝 近日他在社群透露自己出车祸了 只见他贴出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的白色名车完全贴在大车身上 并在照片上写下年底水逆 涂露出满满的无奈 下一张照片可以看到 车子准备被载往另一个地方 钟明轩在次配文写下 真的发生事情的当下 很庆幸自己有保保险 并附上一个流泪的贴图 其实在去年钟明轩把这台中古名车 当作是自己22岁的生日礼物 当时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想要活很久 才决定购入车子 没想到短短一年时间就发生车祸 相比当事人的心情肯定是很交杂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